是的,很感謝今天大家來參加長哥這個傳藝班 長哥傳藝班和平時那些是很不同的 你平時去學,譬如你學一個蛋糕班 學做了就可以拿個蛋糕回家那一隻 但你會發現來長哥傳藝班 你不是學多少個菜式 今天我會示範十個菜式,但菜式不重要的 背後的理念才是重要的,背後的精神、態度那些是重要的 所以我希望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一種生活的態度 在二十多年前我出版本書叫做另一種生活價值 在台灣賣得很好,好到有人盜版 是他們很嚮往我提出的,通街的人都是這樣想 他們個個都是這樣吃,其實可以不用這樣 可以不用這樣呢?你做人在不同的境界存在 其實講什麼呢?就是想講我自己對飲食的看法先 然後你就知道我為何要做這些事 世界上有兩種人,一種是為了生存而飲食的 一種是為了飲食而生存的 即是eat to live and live to eat 很不幸,大部份的人都是屬於這一種 香港人是最餵食的,中國人本來是最餵食的 全世界每一個民族講民以食為天 民以食為天 即是吃的這麼重要,見吃了飯沒有?那種 沒話好講就講食 英國人,我在英國幾年,英國人沒話好講就講什麼? 講天氣,因為他們知道其他話題不適於講 政治不適於講,免得吵架,你什麼顏色 已經沒辦法談了,宗教不適於講,又得罪人 所以他們講天氣,但中國人是講飲講食的 很簡單,你有錢你吃鬼了它才算 出了糧就吃了,是不是先 其實這種態度就是eat,就是live to eat 為了食東西而去做人 做人是否反過來講,你覺得生命是沒有東西開心 是沒有東西值得去做的,只是想吃 我不用你表態舉手,你自己問問自己,你有幾餵食? 又令到十,你屬不屬於餵食一族? 有一天,你發現自己沒有那麼餵食,你就健康了很多 你的境界就提升了很多很多 所以阿長哥現在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另外一種生活的態度 是吃東西是一種很大的滿足 但你發現當你有其他滿足的時候,生命有其他滿足 有其他價值,其他值得你做的事,吃東西是不重要的 只不過我記得有一句話,就是在25年前,有一位老人家跟我講 你知道香港直到最近,有一間素食店是最高檔的,最有名的 有歷史價值的,知不知我講哪一檔? 就在這附近的,隔壁街,叫做龔德林 龔德林的老闆是很有心,他是上海人 他在幾年前就是高齡離世 他講了句話,他說,哎呀,你們要人家推廣素食很好 不過記住一件事,記住一件事,最重要是好吃 不好吃就甚麼都不用說 我當時覺得他有點賜賄,你開餐廳當然是這麼說 但是這麼多年下來,我自己都不知為何突然走上這條路 就是推動人家飲食的革命,你可以這樣說 就發現是真的,如果你想叫人家吃好些 如果那些不好吃,他以為不好吃,他不覺得好吃 是很辛苦的,很多人我們想自己吃好些,吃健康些 這裏想的,落不了個深度,他不想說應該這樣吃 但是做了幾天,就是覺得很辛苦 譬如很簡單的果菜爐,今天不講果菜爐 可能因為這些太普通了,今天講一些 你想像不到這麼簡單,但是這麼不簡單的東西 就是原來,你只要認識一些巧妙,有些基本知識、資訊 你得到,你可以很容易認識得很好,然後你的態度就會變 就是你今天說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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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整清一下呢 不过烟不知去到何时,你升那班就行了,其实是这样。 你都听过人家讲戒烟,戒烟你知不知最重要的条件是什么呢? 他很想戒烟,但他戒不了,戒不了有一个原因, 只是有一个原因,就是生活太紧张。 很多人都告诉我,他戒不了咖啡, 我自己以前,我未吃过烟,但我都是有咖啡人,有奶茶人, 因为我在英国那么多年,他们整天都喝那些东西, 戒是很难的,因为你继续觉得, 没了那些东西,我就没有灵感做事,或者没有动力做事, 我想戒酒,戒酒是另一件事,不过都是压力。 反过来,当你越清清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 你吃吃下的东西,就不再是这样吃的了, 那你已经先够办了,譬如他们告诉我, 吃了素之后,闻到一些鱼腥就很腥, 闻到别人吃肉就很难顶, 以前觉得很香,很想吃的东西,现在不想吃, 每个都是这样,他的生命已去到不同的境界, 我今天想和你介绍一下,其实这样都可以的,就是这样了, 十样东西,你未必记得不多,不过不重要, 重要就是你那种这样的灵感怎么来, 你基本知道的东西,需要知道些什么, 我自己想带你,我有多少年的入船经验呢, 刚刚六十年,六十年前我读方文,我做童军仔, 那时候的童军和现在是很不同的, 那时候的童军是野外的动物来的, 即是野外生存的,就不是现在那些冷气空调, 那时候没有空调,我想说什么呢, 我整天都是在教野那里, 现在就不准周围扎刑,以前我们哪里都扎刑, 我试过一个人,这个帐幕就去了不回家那一只, 那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就是一堆童军就有七个人的, 其中有一个就负责做伙食的,我是争着做的, 那时候就去买菜,那时候很重的, 就不是拉车那只,揹着那么重的东西之类, 就去煮食,做什么,还要洗碗,洗煲, 你煮的时候很黑,因为你用柴火, 但我又很喜欢做,所以想讲一听, 其实我有六十年的经验, 但我又不是一个饿吃的人,我从来都不饿吃, 从来都不觉得有东西就吃,好事就吃, 但我又不会心思思,整天都想吃那样吃那样, 你叫我付钱去吃自助餐,不如我那些, 我自己开了餐厅,其实谁都知道, 我讲完无数次,其实我都不很想吃那些东西, 我跟着讲为什么,现在就是讲为什么, 这里有在座几多位,已经大致上吃素,醒举手, 好了,有几多位是大致上吃生的, 即是说都开始想试试试吃生,醒举手, 好了,现在我想讲的就是, 食素的经验,食生的经验, 你生命提升的途径在那里, 就是原来食生,你上个食生课程, 我就很详细地讲,原来食生有几个阶段, 你很想吃生,初初你吃素吃生觉得很痛苦, 譬如我问你,现在就好像民调, 有一句话,你觉得认不认同的呢, 是不是真的呢,那句话就是, 好吃的东西不健康,然后健康的东西是什么, 是不是真的呢, 谁说是真的,醒举手, 谁说肯定不是真的,醒举手, 为什么呢,但是通家都是这样讲的, 证明今天来这里,你们是非一般人种, 你们已经很高班, 我的意见就是,其实是真的, 又是假的,先讲真先, 的确是的,你想吃那些东西, 你又不让自己吃, 哎呀,这些讲了明的, 我举几个例子, 你吃开薯片,那些,喝开咖啡, 你很想吃那些东西的,是不是, 或者你喜欢吃鱼生,那些等等, 那些对你没益过, 吃蛋糕,很多人喜欢吃蛋糕, 但是没益过, 但是,到人家给一些所谓健康的东西你吃, 你会觉得,哎呀,没有味的, 淡好吗,还有什么选择的,是不是, 所以,通街的人都说,健康的东西就不好吃, 那么,好吃的东西不健康呢, 是不是真的呢,肯定不是, 就是因为他们找不到, 第一,他们不知道有那么多好吃的东西, 其实是健康的, 食材他不知道,做法他不知道, 想都没想过, 第二呢,他们不,他们的肯定, 我们大部分的人的肯定, 已经是失去了功能, 失去了大部分的功能, 不知道你知不知呢, 譬如食烟,食烟的人呢, 肯定的肯定是, 那个味道是差了很多, 或者,你实试过的, 搭飞机,你搭飞机, 肯定的肯定很高, 你有没有留意这些飞机餐, 和平时在地下有什么特别的呢, 它浓味很多的, 因为我有朋友是在那些地方做, 给了很多内幕接试我, 所以我告诉你, 我是不吃飞机餐的, 我没上机以前, 一早就告诉他们, 不用预认我, 我什么都不要, 那些, 我不是强烈建议你不要教我, 不过是有原因的, 一会有兴趣, 我们就谈一下, 又爆些内幕给你听, 生果都不要吃, 尤其是不要吃生果, 哈哈哈哈哈哈, 这样吧, 好, 他们在飞机, 你在飞机上面的时候, 由于气压, 由于其他原因, 那个味觉是炖了, 所以它是落得浓味多了很多, 你如果平时在餐厅吃, 你就骂他了, 你就顶不住了, 但是平时你吃飞机餐就是这样的, 同样道理, 原来吃烟的人, 就是没有了美国的, 所以我听过一个说法, 我都觉得很奇怪, 你家里有没有人吃烟的呢? 大家试试你没有, 原来家里有一个人吃烟, 譬如老爸, 尤其是老爸吃烟, 全家人会高血压的, 蛤? 这么奇的? 全家人会高血压, 全家人是全身不健康的, 你说没有理由高血压的, 全家人, 空气污染就是会令呼吸系统出事, 即是说女儿都肺癌了, 那些, 但是关什麽事呢? 为什麽会, 有没有想到? 刚才我提到, 原来吃烟的人, 经常都说那些东西是没有味道的, 我都试过, 最近好笑一点, 自从这几年, 我试过生之后就没有了, 去茶餐厅, 摆餐店, 看人家吃早餐, 有一个动作令我很惊吓, 我想你看过, 有些阿叔, 多数阿叔, 就是那一张盐, 不断撒, 尤其是吃那些火水通粉, 明白我说什麽? 撒到我眼光光, 那都可以, 不断撒, 撒胡椒粉, 胡椒粉就算了, 但是那麽咸都可以吃, 不断撒, 其实就是因为他吃烟, 他没有了味道, 但是因为他经常投诉回家, 老婆你不要吃, 他要去特地喝汤, 你知道了, 你为了老婆为了, 令老公肯回家吃下饭, 就是很辣,很甜,很咸, 什麽都很浓味, 就是搞煎煙炸炸, 搞很多这些东西, 就是因为有一个人, 尤其是一家之主, 就是没有了美国, 没有了大部份的美国, 明白我说什麽? 我为什麽这麽提, 就是原来你戒烟, 自然还没过来, 你吃了素, 还没过来, 你真是吃到原味, 譬如我问你, 很简单, 你吃不吃得出, 苹果有多少种味? 其实, 上帝庄创造苹果, 至少创造了4000种, 现在我们平时吃到的, 不够10种, 对不对? 现在有人种来买的, 大约之后是有40种左右, 你分不分出40种味? 我们个个都分不出, 因为这条腻已经是炖了, 只要你出街吃东西, 它给一些很咸,很甜, 很辣,很酸, 很多味精的东西你吃, 你这些被它刺激了那麽久, 现在有一样很恐怖的趋势, 就是全世界的新一代, 我不知道你那代算不算是新一代, 越来越就是白送的一味, 所有东西都是同一个味道, 就是未蒸的味道, 有未蒸就好吃, 你不说未蒸它, 你怎样做它, 它都说不好吃, 因为它根本吃不到食物的真味, 我们经常都说, 这棵菜有菜味, 这个生果有生果味, 你分不分得出呢? 那就考虑你的美国了, 那你习惯了要调味, 要调那么重的味道, 那样东西都是有, 所以我们是鼓励了那些餐厅, 食肆, 是给我们最差的东西吃的, 你知道吗? 什么意思呢? 你知道什么叫菜心吗? 原来菜心是分九级的, 你开餐厅, 你没开餐厅你没知过, 我们餐厅没卖过菜心的, 不过我就知道了, 由最高档的到最便宜的菜心, 它内货是有九级那麽多的, 就是这样, 只要它猛那麽落重味, 就什么狗屎垃圾, 你都吃完肚子, 就是这样, 为什麽用那麽多雪鸡, 牛扒雪什么, 就是因为反正它都是落很重的味道, 那些, 所以吃得多那些东西, 你整个人就很不行, 所以通界的人就很不行, 就是这样, 那麽多就回到这里了, 就是现在我想试试给你看, 我们可以用很简单的方法, 就是做到很美味的东西, 就是这样, 如果你一路吃到健康的时候, 你经过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刚才我说了, 你就会觉得健康的东西不好吃, 好吃的东西不健康, 很惨啊, 那样又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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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觉得做人没什麽忍, 真的不时就有人找我, 因为做个人疗愈货, 跟他们谈开, 譬如我叫一个例子, 糖尿抹期, 很严重的, 那我就叫他, 哎呀阿伯, 你再吃这些东西, 你一日还要吃那麽多碗饭, 就是神仙都帮不了你, 你再吃那麽多煎炸炸这些东西, 他如这样说, 你还要吃那麽多猪扒又什麽又什麽, 又臘腸, 不行的, 那样, 他就会说, 不吃这些便死了他, 死了他算了, 跟着他又死了, 是真的, 一个月的三角, 都是这样, 即是他生命已无其他意义, 他要是靠吃这些东西, 才可以觉得做人是有些意思, 好, 那慢慢, 原来, 以我亲身的例子, 的经验, 过了一排, 我自己在十年半以前完全吃生, 我吃生吃了十几二十年, 二十年, 二十年, 不过在十年前, 我就突然间, 慢慢癫痴上来, 就说, 以后我都不吃熟食了, 吃生了, 那样, 吃生过了十几个月, 就慢慢呢, 找了很多其他东西吃, 因为, 在有二十年前, 就没有那些吃生的餐厅, 又不懂做, 自己学做, 学做, 学做点面, 学做点饭, 学做点汤, 学做点雪糕, 我已经学了二十几年, 不过做多些, 做这样, 做那样, 又可以的, 一餐餐, 因为家里只有我一个吃生, 就做些, 但是就觉得很烦, 譬如做个午餐, 午餐, 我们估计大家可以吃得最豪的, 人的身体只适宜吃午餐, 一餐饱, 吃午餐吃饱它, 做个汤, 又做个饭, 或者面, 又做个沙律, 或者手炒菜, 那些, 最后还深思思, 又喝一杯奶茶, 我吃三瓣都有奶茶, 那些, 搞至少搞四样东西, 做了大半个小时, 计算吃个几小时, 都挺麻烦的, 但是都觉得这样生存得很好, 又过了十几个月, 我很记得, 我突然有一天觉得, 原来我吃的椒就这么满足, 我吃的火龙果就这么满足, 我为什么要搞那么多东西, 突然间, 我好像仿然大悦那样, 完全是想吃一些所谓原状的食物, 原状的食物就是, 没有搞过它, 这只椒就不会拿去炒烤, 又不会撒些什么下去吃, 就是这样, 我觉得很满足, 这是第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彷徨迷失, 第二个阶段就是仿真的事, 即是吃开饭就是想吃饭, 吃开炒菜就是想吃炒菜, 吃开蛋糕就是自己学做蛋糕, 该死就是连乳酪都做到, 连我最喜欢吃乳酪的, 我最喜欢吃芝士的, 芝士又做到, 第三个阶段就是这些不用了, 我吃回原状的食物, 到最后一个阶段, 我现在未达到, 因为环境似乎还未容许, 就是我们所谓单一成为的阶段, mono diet, 吃一样东西, 你没有想过就是, 原来全世界, 全地球, 所有的动物, 都是mono diet, 即是只吃一样东西, 一餐只吃一样东西, 甚至一世只吃一样东西, 这里有树虹, 树虹吃什么的, 你知不知道? 树虹只吃一种树叶, 就是尤加利树, 尤加利树如果没有了, 烧了,它就绝种, 红猫也是吃粥叶, 大家都知道, 甚至你想想, 大鱼吃小鱼, 都可以吃鱼, 可能捞虾蟹, 蝦那些, 对不对? 牛是什么? 整世都是吃草, 你都知道的, 但是原来人, 是动物来的, 我们身体的遗传基因, 我们的构造, 99.8%是和黑猩猩一样的, 所以, 如果你这样看, 我们就吃错了东西, 黑猩猩那些是对的, 我们吃错了, 我想, 以三十万年, 自从有人种食物, 就已经吃错了东西, 我们不是设计来吃五谷的, 五谷, 即是说, 现在我们吃的东西, 大部分吃得饱的那些, 都是什么? 饭, 面, 面包, 饼干, 这些, 全部都是五谷的东西, 是吧? 包括粟米, 我们不是设计来吃这些东西的, 这样吧, 为什么那时候会搞出五谷, 你知道吗? 就是因为, 我们从游牧民族, 变了做不走, 就留在自己搞社区, 那时候最快种到的东西, 最有把握的, 因为你靠吃生果, 就会磨死的, 就是这样, 要自己种东西, 而最能够摆得的, 最吃得饱的, 就是米饭和小麦, 就是种那些东西, 种那类的东西, 所以吃惯了, 现在吃到今天, 好了, 慢慢慢慢, 你就明白到, 原来这些动物是吃单一的, 开始我又了解到, 如果你能够吃单一的饮食, 身体是好很多的, 你想不想精神, 你想不想漂亮, 你想不想病快点好, 你想不想长命, 你想不想情绪脾气好, 所有这些东西, 你越吃得, 我叫高档, 最高档就是单一的食物, 这个就是回归自然, 真是回归自然, 我们这一档, 六野林提倡的, 就是回归自然, 去回这个位置, 我和你也做不到, 住, 这是我们的目标, 因为我今天就要示范这些东西, 我个个礼拜都有新菜, 发明不到, 待会我讲听为什么, 所以我暂时不能够, 不过很多时候我都是单一的, 即是说一餐, 只吃一两东西, 你这样就符合身体的需要, 你会觉得很舒服, 很滴, 你初初会吃不惯, 譬如我说, 明天午餐你行不行, 只吃番茄, 或者车尼茄, 厚日只吃红楼白, 再或一日只吃菠萝, 这样一餐, 或者是整天, 不是多少个人做到, 但一人做到, 我有个朋友, 他说他很喜欢吃蜜瓜, 有一年夏天, 他吃了六十日蜜瓜, 什么都没吃到, 没有喝水, 只是吃蜜瓜, 他又到处去, 不同地方的蜜瓜, 他就是这样吃, 我自己都试过, 整个礼拜吃菠萝那一只, 是很正的, 所以慢慢, 现在我们做不到的那些, 就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你怎样由这儿去到那儿, 中间我们有很多过渡期, 有很多, 你知道什么叫尾沙铜, 其实我们现在做的, 所有都是尾沙铜, 我们要戒毒, 烟很难戒, 肉很难戒, 米饭和面包很难戒, 最难戒就是熟食, 熟食是毒癮来的, 好毒的癮来的, 人不是直接来熟食的, 世界上没有一种动物是熟食的, 你要记得这样, 熟食是令到我们现在的文明很不行, 所以你问我所有的问题, 所有人间的问题, 都是吃菜, 就是熟食, 所以我们要提倡, 香港没有多少都当提倡, 就是生食, 今天示范的那些, 全部都是食生饭的, 有我在这里, 就是没什么熟食的了, 好, 现在我们就开始了, 就想介绍给大家听, 原来可以是简简单单, 全部都很简单, 简单到他们不会传, 我这班教你, 长哥有一个口号, 我教很多不同的班, 三十种不同的班, 都是一个宗旨, 一学就会, 终身受用, 你今天来了, 不但只学会这些菜式, 而是你马上会做, 你今晚回来就会做, 简单到这样, 你想象不到, 我今天都不给菜单你, 不过你要今天的菜单好多, 你给一个私信给我, 你可以在Facebook那里给我, 或者WhatsApp给我, 我马上给今天的菜单你, 其实今晚不需要, 因为一会我会讲, 全部这些东西都几样东西, 第一是你基本的知识, 第二是你的信念, 你知道原来我可以这样做, 第三就是做所有这些东西, 都是靠灵感, 灵狗浪耳上面, 所以, 顺便我又讲完这一样, 我们是, 厨房很静, 现在它里面不是在做东西, 在做东西是很静的, 是不准说话的, 我们是禁语的, 大家尽量不出声, 就是这样, 你在这样的一个meditative stage, 一个所谓静心的状态之下, 做出来的东西就完全不同能量了, 就是刚才我讲, 为什么人们觉得我们这些东西是自己做不到的呢, 就是这样, 还有就是, 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我们就收到很多料, 所以, 长哥在做东西的时候, 有一样东西你懂得做了, 就不要来问长哥这些东西, 要不然要帝界出境, 我们厨房不准问东西, 这些东西是否很寒的, 我妈吃不吃得的, 这些东西是否需要买有机, 那些东西, 因为我回答你这些问题, 我就会切到手指的了, 我又不记得刚才说, 我又没有落到这些东西, 那些东西, 还有我没有人跟上面答通了, 因为其实, 我发觉我做菜是很现场, 凭感觉的, 突然间有个, 咦,这样也可以, 我试一试, 这样那些, 所以每个礼拜都有不同的菜式出现, 你来我那里吃东西, 就是当我下厨的时候, 你会发现, 这样也可以, 原来没想过这样, 这些东西有很多东西, 你没想过, 很多东西你不知道是什么来的, 所以今天你可以来就很划, 想给你看, 好了, 那我们开始做了。